俄乌冲突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世界走向,对于东西方国家来说,这都是一场无法忽视的战争,对于俄罗斯来说,这场战争似乎不可避免,北约常年累月的紧逼,严重威胁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在这种背景下,特别军事行动更像是一场捍卫俄罗斯主权的主动出击,然而战争的走向谁也无法预料,现在看来,这场战争对俄罗斯的影响将十分深远,除了战争的结束之日遥遥无气外,俄乌冲突还让一支特殊的� 那就是瓦格纳雇佣兵集团,这支原本活跃于亚非拉国家的私人武装,借着特别军事行动的东风,在俄乌战场上大出风头,并成功发展壮大,甚至被很多人视为和俄军分庭抗礼的力量,而他们的领导人叶弗格尼·普里格金也被试 据公开报道,普里格金生于圣彼得堡,和俄总统普京是同乡,早在苏联时期,他就十分不安分,因为盗窃和抢劫罪被先后判刑十多年,趁着苏联解体的混乱时局,眼光敏锐的普里格金开始进军餐饮业,开设了一系列高档餐厅,并以此机会和诸多俄罗斯权贵交往,其中就包括后来的俄总统普京 据报道,普京和普里格金的关系非常铁,借着这层关系,普里格金的餐饮公司,负责克林木林工的饮食,还赢得了大量军队和学校的合同 从此,他被试人称为普京的厨子,成为了俄罗斯寡头集团中的一员,然而普里格金并不满足于当一名亿万富翁,他的理想显然更大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开始发现,一支以德国作曲家瓦格纳为名的雇佣兵部队,在乌东十分活跃,经过抽丝包检的调查 普里格金出现在了西方情报机构的桌子上,西方认为,当时瓦格纳的总兵力约为5000人,大部分都是俄军退役老兵 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并且获得了俄官方豁明豁暗的支持,为其提供军火,后勤物资以及交通载具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瓦格纳的主要活动地区在俄罗斯之外,包括非洲,中东地区都有他们的影子 俄罗斯官方也乐见有一只干脏活的武装,独立于俄正规军存在 特别是在叙利亚冲突中,瓦格纳的参战对于阿萨德政权来说至关重要 西方指控瓦格纳雇佣兵犯下各种罪行,包括知名度很高的用大锤杀死战俘一事 但是虽然在西方世界声名狼藉,但反过来说,纳什的瓦格纳对俄国家利益是有一点好处的 此外,在世界各地参战的瓦格纳雇佣兵,还为普里格金带来了丰厚的个人利益 西方指控其控制了多个非洲金矿和其他矿产 这也为其私人军队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经费,但是随着俄乌冲突爆发,特别是陷入了战争僵局之后 穆斯科为了多重考虑,尤其是为了减少正规军的伤亡数字,愈发一种瓦格纳雇佣兵的存在 大批瓦格纳佣兵得到了俄军充足的武器供应,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他们一经参战 就给了对面的乌克兰军队一点小小的俄罗斯震撼,尤其是巴赫木特的角肉机战役中 瓦格纳直接从俄罗斯各大监狱征兵,以参战可以减免刑期为诱惑,将那些罪犯吸纳入瓦格纳的阵营中 将其投入到血腥的巴赫木特,这些亡命之徒旱不畏死,无军根本抵挡不住 最终被瓦格纳拿下了巴赫木特,然而局势的发展却开始让莫斯科难以掌握 按照西方的估计,瓦格纳及其能够影响的武装力量已经超过5万人,这么一只骄兵汉将的存在 对任何一个国家机器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尤其是普里格金的胃口也越来越大 和莫斯科的矛盾实际上已经公开化,他不仅要求和俄军平起平坐,还要求获得独立地位 这是克林姆林公无法忍受的,一支独立于俄国防部的雇佣兵部队,固然有着战斗力强 不惜伤亡的优点,但是却对俄罗斯国家利益有着越来越大的威胁 近期,俄国防部要求,除了正规军之外的各支部队和军方签约,以获得合法地位 这被外界解读为悲酒式兵权,可想而知,是瓦格纳为个人私产的普里格金肯定不会同意 在小卡德罗夫的车臣部队宣布签约之后,普里格金则态度强硬,坚决不和俄国防部签约 相反,他还多次言辞激烈地指控俄防长邵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无能 白白让大量的亲热俄军送死,要为他们的死负责 如今,普里格金更是直接下课上,宣布向莫斯科出兵,要为普京清军策 直接让俄罗斯陷入了内战边缘,是他的发展固然让人折舌 但是这一切,早在莫斯科重用瓦格纳的那天起,就已经注定发生了 刺激啊,真正的大喜开幕了,一觉醒来,瓦格纳真的武装造反了 而这个足以影响俄乌冲突走向的转折点,在俄罗斯内部的爆发 也在一次说明了瓦格纳与俄军重重矛盾之后 九战不胜之下的俄罗斯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这是简单来说,那就是普里格纳宣布要诸奸臣,要清军策 普里格纳还批评了普京,暗示他被身边的富商家族操纵,被军队欺骗 普里格纳说这场战争不是为了保护俄罗斯或抵制北约扩张,而是为了贪婪 这场战争是寡同们需要的,是今天几乎统治俄罗斯的那个家族所需要的 他说,俄罗斯的神圣战争已经变成了一场敲诈 普里格纳说,有人应该为这些士兵的生命负责 普里格纳说,俄罗斯的处境要困难得多,因为乌克兰在南部扎波罗热一线的两个点上发动了攻击 莫斯科面临着再次遭受重大失败的风险 普里格纳在视频中说,现在在地面上,今天俄罗斯军队正在扎波罗热地区和赫尔松地区退却 他补充说,乌克兰军队正在巴赫木特周围越来越深入的推进我们的防御 国防部的领导层正在彻底欺骗总统,总统收到的报告与现实有任何不符之处 两个真相,一个是在地面上,另一个是在总统的桌子上 他说,普里格纳最后指责俄罗斯军方摧毁了他的战事,发誓要报仇 过了一会,普里格纳又发布一段视频,他声称俄罗斯军方对瓦格纳的营地进行了火箭袭击 当然,这个视频的真实性有疑问,普里格纳发誓要武装报仇 他的部队现在将采取行动惩罚烧一股,并敦促军队不要进行抵抗 普里格纳宣称这不是武装叛乱,而是正义的游行 普里格纳说我们有25000人,我们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个国家会发生混乱 每个想加入瓦格纳的人来加入,我们必须结束这种耻辱 但他也补充道,这不是军事政变,恢复秩序后,我们承诺重返前线 俄罗斯当局也立刻宣布,对普里格纳发起刑事调查 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总统已经了解了围绕普里格纳发生的所有事件 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他敦促瓦格纳的军队在为11万之前 向俄罗斯政府投降,返回军营,和平解决他们的不满 进入凌晨,普里格纳继续发帖直播瓦格纳的造反行动 声称,他的部队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 进入了紧邻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俄罗斯城市罗斯托夫 我们跨越了州界,边防士兵拥抱了我们的士兵 我们正在进入罗斯托夫 我们正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 每个进入我们瓦格纳中心的人都将为此承担责任 瓦格纳部队击落了一架俄罗斯军方直升机 该直升机向瓦格纳车队开火 根据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要求 俄罗斯国营的社交媒体VK已经不允许普里格金发布新内容 但是这没有什么用 整个弦苏联尤其是斯拉夫与地区都热衷使用加密的 难以破解的另一个社交媒体电报 这里才是俄乌战争的舆论主战场 俄罗斯和乌克兰人都在用 瓦格纳的造反是真还是假呢 是网上嘴炮还是真刀真枪呢 之前还不知道 因为毕竟俄罗斯当时还是夜晚 时差和我们有五个小时 到了东亚时间今天早上九点 俄罗斯当地时间一大清早五点 果然罗斯托夫街头出现了很多瓦格纳士兵 在试图控制城市 尤其是俄罗斯南方军区的司令部 别看罗斯托夫离乌克兰很近 但是俄罗斯南方军区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视频画面显示 似乎没有抵抗或者没人愿意抵抗 罗斯托夫州州长戈鲁别夫已经敦促居民除非绝对必要 否则不要离开家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宣布 我们呼吁私人军事公司的战士们 不要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 停止针对俄国人民的任何强力行动 不要执行普里格金的犯罪和背叛命令 对其采取拘留措施 普里格金的言论和行动 实际上是在呼吁在俄联邦领土上爆发武装内战 是在俄国军人与新法西斯乌军作战的背后捅刀子 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第279条 以组织武装叛乱罪 对叶夫根尼普里格金提起刑事诉讼 他的行为将受到适当的法律评估 这一罪行可判处 12至20年监禁 俄罗斯联合部队副司令希尔盖·苏洛维金上将 则紧急发表视频 要求瓦格纳集团的战士 停止对莫斯科的叛论 穿着迷彩服的苏洛维金说 他刚从前线回来 俄罗斯军队仍在那里坚守阵地 抵抗乌克兰的进攻 我呼吁瓦格纳的战士和指挥官 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 我们一起战斗 一起历险 一起遭受损失 一起获得胜利 我们流着同样的血 我们是战士 我劝你们悬崖了马 敌人正四级等待国内政局进一步恶化 政治国家困难时期 我们不应该给敌人可乘之机 俄罗斯加强了莫斯科的安全 拜登已拼取情况通报 美国官员正在密切关注 并告诉媒体这是真的 好吧 瓦格纳真的造反了 我在月初就预告过 现在信不信我呢 至于瓦格纳和普里格金的命运 我还是不太看好的 毕竟只有两万多兵力 俄军怎么说都有二十万人 更关键的是打仗要钱啊 瓦格纳的军费都是普京给他的 现在没钱了 能撑几天呢 历史上第一造反的人 大都不会有好下场